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前三部曲的主角Cesar凱撒 死后正是死后的时间点 时间点是落在他死掉之后的三百年后 三百年后新的系列的主角是 有一只叫做诺亚的这一只猩猩 作为本片新系列的主角之一 那从画面中 如果你又去看这部片的话 你就可以发现了 因为前三部曲会说话的 只有一只猩猩也就是Cesar 那三百年之后 就是所有的猩猩都会说话了 所以在看这部片的时候 就不会有那一种 全部都是听那些猩猩猩猩 如果有看前三部曲的话都会知道 人類是逐每每有新的一集出現 人類的數量就會低減 那第一集就是有James Franco 他跟那個Cecer 然後後來第二集就是 半人類然後半星星的對決 然後最後就是完全由星星來統治 那第四集呢就是新的開始 那為什麼人類會消失的原因 就是因為那個病毒 病毒會使人類智商退化 甚至是得了失語症 那就是會讓人退化 然後可是這個時候呢 星星就是變成的 就是已經完全變成優越的物種 那在這個全新的這個第四集當中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 所有的星星全部都會說話之外 他們的思考能力跟行為能力 幾乎都跟人類完全一模一樣 而在這個新的三部曲的世界觀 我們也可以看到 星星幾乎已經是 這個地球上的這個霸主了 人類已經再也沒有他們生存的餘地 不過比較好玩的部分就是 新系列有人類的出現 而且其實還是蠻多的 所以說人類跟星星的這個 共處是新三部曲主要的設定之一 因為新三部曲的概念與構思是代表說 人類與星星不需要去對立 他們在探討的一個主題是 到底有沒有共存的可能性 但是你可以發現在這部新的理念當中 你可以看到 這個諾亞他們那一群星星們 在遭遇到一些困難 我所謂遭遇到的一些困難 是因為有一群戴著面具 然後仗著就是所謂的那個老祖先 也就是Cecer 以Cecer之名呢 好行就是這種霸權的這種暴君制度 然後去掠奪很多人的這個財產 還有家園 而這群星星呢 這群財暴的星星呢 很不巧的就 掠奪上了這個主角諾亞門他們那一家 那諾亞就是這一次的這個受害者 那為了要踏上就是 就是這個旅程 因為他們在 諾亞在被家園被侵襲的這個狀況下 好 跟家人拆散 因為他的家人全部都被那些暴君們給抓走了 那在 這個前往要去拯救的旅途之中呢 遇到了一隻紅毛猩猩 叫做拉卡的這個角色 那拉卡是一個非常蠻神秘的角色 因為這個拉卡 對 對這個人類的那個世界懂得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他也知道他們的祖先 Ceaser 因為是人類撫養長大的 然後所有的一切 所有學習到的一切 包含會說人類的話也都是由人類所教到 所以對拉卡這隻紅毛猩猩來說呢 人類其實是 就很像是 引水 引水思源一樣 人類其實是他們 這個最初的這個對象 所以他 所以拉卡對人類是非常的尊敬 可是對於一知半解 就是什麼都不知道的這個諾亞 因為他 沒有共鳴嘛 好 所以聽著拉卡這樣說著說著 就知道說 原來 這個 他們的祖先是由人類撫養的 好 那所有的東西也全部都來自於人類 好 那可是在這個時候呢 他們遇到了一個人類 因為這部片有一個女性的主角 那她叫做梅伊 她叫做妹 那這個妹呢 其實本身看起來非常的敏捷 然後穿著這個原始人的服裝 速度非常的敏捷 然後也會模仿星星 請聽清楚 他們會模仿星星的一舉一動啊 這樣就是地上爬啦 或這樣子的 但是實際上她是一個 好 會說人話的 她是真的會說話 因為我剛剛前面有說嘛 就是大部分的人類都因為病毒的關係 得了失語症 好 那其實梅伊是非常正常的角色 那她在這部片裡面扮演的就是人類間諜 那前面剛好提到因為星星跟人類的共處 和平共處是這一次新三部曲設定的這個主題 好 所以在諾亞 因為為了要找尋他們家人的下落 好 跟這一個叫做凱撒二世 也就是把他們家人綁走一開始 侵犯他們家園的這個殘暴的這個星星們的這個領童養 有很多激烈的打鬥 那激烈的打鬥也不是只有這個最後面最高潮 其實其實從頭到尾都有 好 然後我覺得這部片幾乎就是以動作片為主 好 那劇情的部分也都還算OK 可是個人我看完覺得我還是覺得我對這部片的感覺 還算是蠻普通的 因為你會覺得感覺沒有什麼新的題材 然後甚至是讓我覺得說 這個鋪片好像跟我之前看的那一部叫做 這個AI創世紀有一些類似 好 就是他的氛圍跟那個感覺就是有點類似 就是他其實就是一個尋找歸屬感的電影 好跟AI創世紀的那個機器人也是一樣 那諾亞也是一樣 他就是一個尋找歸屬感的電影 因為本來他們原本生活好好的 但是突然有一天突然出現了一個 很可怕很凶慘的一個暴君 然後要是去試圖這個他們家的一切 也就變成說星星去獵殺自己的同類 好 那我覺得這個情況就跟人類的世界是很像的 因為我們人類生活在這個世界 雖然我們不是動手動腳的 但是我們就是用智慧來去撂倒人家 什麼叫做用智慧呢 就是用頭腦嘛 用頭腦去勾心鬥角 去試圖去把人家陷入於一種 死無葬身之地的那種地步 踩著人家的屍體 然後往上爬獲得成功等等 那星星跟星星的之間的世界也是一樣 只是說 畢竟他們不是像人類一樣 這些星星畢竟不是活在這種人名 文明的生活裡面 就是反而是 活在那個原始的生活裡面 所以在這部片裡面的打鬥場面實在是非常的多 其實沒有什麼冷場 不過我還是覺得這部片看完給我的感覺是普通 因為我覺得沒有什麼新的idea 那個人是覺得有點可惜 那劇情後面是有買了一個伏筆 就是因為這個Mai是飾演這部片的人類間諜嘛 那因為他在過程當中有去搜尋到 這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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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密的金鑰匙 這個 那這個這個加密的這個鑰匙 這一個好像就是 這個這個具有科技感的這個卡片 那我也不知道這個是什麼 就好像那個電腦主機版的那種造型那種感覺 就像要插什麼東西 然後就會啟動某一些機關的那一種 呃 電子電子版路 那個電子版路之類的那一種鑰匙 那那個是要拿來幹嘛的呢 那個東西是要來連接人工衛星的 那連接人工衛星呢 就是要去試圖好去看看有沒有辦法找到 在這個地球上還有沒有僅存的人類 還有沒有僅存的人類 所以我剛剛一開始就說 這部片就是一個 星星跟人類到底可不可以和平共處的一個新的主題 那人類已經在這個這個新系列的電影 已經是變成是完全是被掠奪著的這個角色 當星星與人類的生活模式完全 甚至是這個動物這個什麼 階級已經完全掉過來的時候 人類又該怎麼去生存 而星星又該怎麼繼續主導自己的位置 我其實看完這部電影 我覺得最有感觸的一個台詞 就是May跟諾亞的這個對手戲 那因為人類的世界因為病毒的關係 被奪走了一切 造成滅亡滅絕 雖然說還是有人類僅存啦 但並不是全部喔 但是文明的生活已經消失了 而且你在這部片裡面 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大的場景 為什麼 因為原本諾亞是生活在這個 因為他有分兩個世界嘛 他活在的是 假如說這邊有一座山 那座山裡面有一座山洞 那個山洞以前是給火車跑的 那諾亞就是生活在 假設他生活在左邊 那跑到另外一邊是右邊嘛 對不對 那右邊的世界就是以前人類居住的地方 那有人類居住的地方就有什麼 就有大樓 就有電燈 好 有這個這個這個路燈 好路燈 然後可是 那些所有大樓 好房子全部都生鏽了 然後還長了一堆花花草草 好應該不是花草 應該是說長了很多樹葉 好就是葉子 全部都被這個綠葉啊 好植物給包覆住了 好就很像是一個廢墟一樣 因為你長久都不去處理的話 好這個就會開始長草嘛 長青苔啊長草 然後就是變得像就是 這個綠植物這樣子 全部都被綠植物包覆這樣子 就是已經是完全接近好這個原始的生態 那我相信 那個畫面其實你可以想像一下 就是我記得日本那個311大地震 好311大地震發生的時候 我記得在有輻射污染的地方 那個馬路啊 好因為可能有很多那個人都因為汽車而逃逸了 那那些汽車逃逸之後呢 留下那一堆車子 放在那邊 放在馬路上 後來 有人去跑透過澎湃機去回去拍那個畫面 那些車全部都長草了 對 就是因為太久沒有人去動 那全部都長草 所以我覺得大自然真的很神奇喔 因為我其實我以前曾經學過的就是自然課 那老師就會跟我們說 為什麼會長草呢 就是有些種子是這樣飄啊飄啊飄啊 他不是說一定都長在底下 但是有的時候他可能就是種子就是飄啊飄啊飄啊 累積越多累積越多累積越多 日積越累之下 他就把這些印的這些這個物體當作這個植物生長的附著物 然後他就會開始長草啊 長青苔啊 以至於就是說那些很久沒有 那些已經沒有沒有被開走的車子 也沒有被整理過的馬路上 波幼路也都會全部都開始長草 就很像是萬物都會被大自然給重新洗牌的那種感覺 而這個王國誕生的這部片就是這個樣子喔 這個你可以發現這個Ceaser 不是Ceaser 這個諾亞在騎馬在走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他走到那個路燈啊 然後後面的那種高樓大廈啊 那些都是以前人類的文明生活人 以前人類居住的地方 但是全部都被綠葉給蓋住了 那種廢墟 那種荒涼那種荒涼那種末日的那種既視感 我覺得非常的震撼 那個特效真的做得非常的棒 好 所以這部片對我來說雖然非常的普通啦 然後我個人也是覺得就是可看可不看 但是如果你但是如果你去看完的話 你會發現 我覺得很感慨的還是 May跟諾亞的那個對手戲 他有個台詞我覺得還蠻特別的 還蠻感慨的 May對著諾亞說 那是我們以前人類 有的擁有的生活 我們很想把它拿回來 那是屬於原本我們擁有的一切 但是對諾亞來說 難道我們就 但是諾亞卻回答了一句話 她說難道我們心心就應該要沉默嗎 就應該要再回到過去嗎 好 所以 一個動物 有了意識 我們人類是以主觀意識 活著的動物 但是當動物有了意識之後 那個情況就會變得非常的不一樣 你開始會對那個有意識的那些 物體 生物 感到非常的同情 你就會覺得我們人類真的非常的自私 但是說實在的動物都是自私的 只是說有沒有意識而已 可是問題是 今天如果把立場顛倒過來 如果今天換作我們是星星呢 如果我們變成了一個階級的最上位呢 頂尖的掠食者呢 是不是我們也希望 一個物種在頂級的掠食者的那個階級 也可以立足 也可以安好 不需要再被其他人控制 好這個是星球崛起 萬國單身帶給我的這個啟示 我覺得蠻感慨的 好 雖然是大場面 好 不過 呃 沉悶了一點 劇情是沉悶了一點 然後片長有點長 但看完至少還是有這麼一點的感覺 整體對我來說是普通 不過我個人覺得 呃還是可以看一下啦 就打發時間 好 所以星球崛起 萬國單身 就是 推薦給大家囉 好 勉強推薦給大家 這樣會不會太對不起片商 好 那anyway無所謂啦 好 反正這種電影 本來就是 這個 自己去選擇 自己去判斷 齁 那 我個人是感觸蠻深的啦 所以 呃 如果你對這種 動物跟人類這種階級 是很有興趣的話 其實我還蠻建議你看的 好 這就是今天的神秘區點 我們下次 雲端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